把手左右轉怎麼就是開不了 明顯螺絲鬆脫 保險箱零件壞掉 問了店家曝光對話 控訴事後才知道 根本不是全新 會這麼生氣 行為保險箱 才剛買半年 當時業者原本賣一萬多 殺價後便宜用八千五百元出售 但把手壞了 想請店家維修 才知道是從餐廳收購來的 控訴交易時沒夠知識 二手貨 店家澄清當時有夠知 但如果碰到業者便宜出售 未表明資訊 恐怕有違法疑慮 價錢便宜可能是 業者的一個促銷手法 或是讓我們的消費者 能夠買到這個 物美又價廉的商品 但是如果是一個二手商品 當成一手商品來賣的話 那基本上可能就是沒有告知 一個重要的資訊 可能有刑法上詐欺的可能性存在 買賣交易說清楚 這樣明白才能避免認知落差 TVB的新聞周一峰宏晉瑩 特別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